欢迎来到知识快讯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反常的科学现象 从知觉上来说 被冻死的人应该是双手紧紧抱住身体 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表情才对 但现实情况却是相反的 在法医学中 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反常脱衣现象 指的是那些冻死的人 很多时候会将自己的衣服脱下 赤身裸体并且面临微笑的死去 最著名的就是1959年 俄罗斯的乌拉尔山晕难事件 九名登山者全部被低温冻死 但诡异的是 他们的尸体被发现都穿得很单薄 他们把自己的衣物都脱了 从科学角度解释 反常脱衣现象是因为 下丘脑发出错误指令导致的 这种情况会在低温条件下第二阶段发生 意味着人离死亡不远了 正常人的口腔温度一般在37摄氏度左右 如果此时周围环境温度降低 人体温度下降到34摄氏度 神经系统就会变得异常敏感 骨骼肌也开始收缩颤抖 3号糖原示范热量 胰岛素分泌增加促进葡萄糖分解 人体会感到饥饿 心跳与呼吸都会不自觉的加快 血管逐渐收缩 血液从皮肤外层向内层靠拢 避免热量的丧失 这是血液的第一次分配 随着温度继续下降 呼吸功能开始减弱 血液循环逐渐变慢 人体的行动与思维变得迟钝 但此时并没有生命危险 而当体温降到30摄氏度以下时 就会出现反常脱衣现象 这个温度下 人体四肢血液减少 血液融入大脑 保证脑部供血充分 而血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麻痹后 而查芬恩对血管收缩能力降低 血管出现了异常扩张 血管的血流量突然增加 导致皮肤表面的温度甚至高于体内温度 而此时皮肤将这个热信号传递给了体温调节中枢下丘脑 下丘脑发出错误指令 让大脑产生一种浑身都很热很温暖的错觉 这才使得人脱衣服并且面露温暖的微笑 但事实这个阶段人已经逐渐步入死亡 当温度继续降低 下丘脑将会衰竭 呼吸与心跳将会停止 而卖火柴的小女孩正是这样温暖安详的死去的 而现在被冻死的事非常少见 即使是街上流浪汉也没有听说被冻死的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 绝大多数被冻死都是因为冬季的傍晚 喝得烂醉倒在了雪地里 少部分情况是登山者在途中体力不致冻死 在内蒙古西林郭勒 从1988年至2015年 共有56例被冻死的案例 其中31人出现了反常脱衣现象 这通常发生在周夜温差较大的地区 另外喝酒后 人体的毛细血管会舒张 低温环境下 人体热量流失更快 像俄罗斯人几瓶福特加下去 容易醉酒倒在路边 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很多人喝酒冻死的原因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还要分享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